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再分享一下我的包包里有什么 哎呀 这人呢 还是得扶老 我现在姨妈妻都开始喝热水了 以前年轻的时候随便什么冰水都不怕 红糖水还是不建议大家喝 红糖是非常长胖的 最主要红糖水它里面起作用的什么 是姜 就是暖身体的 所以只要喝姜水其实就可以了 不用加红糖 今天用咖啡豆的这个防晒粉底液 没有很好用 也没有特别难用 然后遮瑕度还是蛮OK的 忘记用遮瑕了 算了 就这样 没事 有点瑕疵 不耽误咱们的美 我买它是因为它小 然后防晒值比较高 它其实时间久了的话 它也会有一点点浮粉 对 好久没有用蛋了 这个光好诡异啊 没有这么白啊 没有这么恐怖 等一会我上了修容就好一点 我们来定妆 欠力的粉饼 这是我的第三块了吧 看看 看看 附加千金小姐妆 咱们用的都是评价 多平易惊人啊 是吧 而且这个是真好用啊 现在天气一下子有点冷了 就用这个特别好 不管说是定妆还是补妆 都是永远的神好吗 这个千里的粉饼 甜意的里面它是最牛的 今天利用的所有彩妆 基本都是日系开架 就是你韩系的品牌一起用吧 你会画出比较韩系的妆 你日系的品牌一起用吧 就是会画出比较日系的妆 我觉得会很协调 然后欧美品牌一起用 就是欧美品牌的那种感觉 你懂吗 就是很和谐整个感觉 用的眉笔是Excel的 快用完了 我快要做彩妆铁皮分享了 然后这里有一只新囤货 这个眉笔画起来很自然 其实我以前不太敢把头发就整个都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颧骨很高 就这边没有细纸钱嘛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期我打了瘦脸针 这就很凹进去 整个人就很奇怪 现在我就弄上去就觉得很舒服 整个脸特别协调 很光的那种感觉 这个真的超级好画 这只手残新人的福音推荐 Kiss me染眉膏 这个是08号 非常适合我们这种黑头发 你看是不是舒服一点 就没有那么黑 眼影老朋友啦 这个是我大学时期最爱的粉色眼影 也是我目前现在开架里面最爱的粉色眼影 真的没有人可以达到的了他的地位 真的太好看了 这是我以前用过玩过一盘 这是我的第二盘 你看这个颜色我已经又用了很多了 有没有先用这个白色给眼皮打底 用手瞎搞也没事啊 就这样嘛 有谁化妆是这个非常美的 我美不来啊 我觉得日系眼影铁皮快的秘诀就在这个海绵头 就是疯狂按它 给眼皮打底 哇这个粉色好美 下眼皮包括卧床这里也要 就整个都要打 这个妆呢是为了化出那种肉肉感的感觉 多用到粉色 但是不需要强调轮廓感 所以我们的修容就不用打很重 还有包括鼻影我也是不打的啊 用这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橘朵的棕色眼线叶笔 就我不会从头画到尾啊 我是尾巴这儿画 就这样 给它们摇出去一点 用Addiction的67号 它也是我以前超级无敌喜欢的 用出大坑一直不铁皮 因为等一下再画那个眼线色深的嘛 我最后画这个 我怕盖住我的眼线色深的部分 所以我就先画这个颜色 在眼皮上打底 然后bling bling的那种水光感就有了 这个颜色不能打太多 因为它也是有一点点底色的 会有一点灰灰的底色 不然会盖过这个粉色 亮片上的有点多 我再盖一点粉色眼影 铁皮啦 我去 铁皮啦 铁皮啦 看啥吗 看 看 看 钢铁的 我再把它搞清楚一点 好 看到了吧 今天是个好日子 是个铁皮的好日子 用眼影刷另一头在这个颜色 然后盖在这个眼线上 让眼线变得柔和 这个颜色真的巨美 就是那种 就不艳俗的那种感觉 跟这个粉色一起搭配 真的很绝很绝 你知道吗 再在下眼睛这边画 然后画出卧蚕 笑一下 画这 画到这 这两截眼睛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拿出一根画卧蚕的笔 这只 得先的啊 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推荐的 但是它有个缺点 就是你画的太明显 然后不晕开的话 它侧面看就是一条线 非常奇怪 你拍照 拍视频 可能会看不出来 但是你知道化妆 还是为我们日常服务的嘛 就它真的 如果说你没晕好 你要侧面看就是 你眼睛下面 为什么要画一条线 你知道吗 这个你画起来就是要特别轻 你看这样 区别 但是我不笑的时候 你看 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要晕开 用棉签晕开 用棉签晕还不够哦 要用刚刚画的这个颜色 给它带过去 资深躺睫毛夹 爱莫莉 睫毛打底 开make 棕色睫毛膏 来整一下睫毛 来整一下睫毛 上下睫毛粘一起了 我把内眼线也画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烫睫毛 这个是之前我给大家说过的烫睫毛器 这个不是在放电池的 它又出了新的一代非常好用 它是充直接充电宝那种 非常方便 像这种英语天睫毛非常容易塌下来 它本来这个头是红的 现在变为白的了 我就可以烫了 烫了之后就真的 卷翘一整天 哇绝了 睫毛简直就是眼睛的灵魂 现在是不是觉得眼睛都会笑了 两个现在都翘了 然后就最重要的一部 美瞳 美瞳肯定要戴 是不是 我最近喜欢这款 这个是Moodie的美瞳 日抛 我就有两个颜色 这是我最近新发现的 好好戴 好好看 这个包装好可爱 我今天戴的是 布朗熊系列的这个静静灰 这个是有一点那种灰蓝色的这种感觉 我自己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是黑头发 所以特别适合戴这种 蓝蓝灰灰的美瞳 还有就是今天的粉色妆 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这个颜色的 Moodie这个戴起来 就是那种日常 微混血的感觉 也不会特别夸张啊啥的 戴美瞳前我会 清理一下眼屎 不然戴着就不舒服 还有一些 比方说眼影残留什么的 把睫毛夹翘之后啊 戴美瞳都会更加方便 你们有没有这么觉得 你戴 这个好舒服啊 完全没有义务感 这个我戴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是我下午一点钟化妆 然后晚上11点卸妆 中间整整10个小时 它都特别舒服 完全没有义务感 我戴那种日庞美瞳 就是属于那种材质不舒服啊 我一戴上去 我就会很困很刺痛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可能就是八字不合吧 有一些很火的美瞳 我自己戴着也不舒服 这款的这个材质 我也去查过了 它是特别正规的 所以我就戴的很放心 平常会有人让我推荐美瞳 其实我平时戴美瞳 也是蛮简单的几个要求 就四个 好看不拔干 材质正规 舒服 戴完了 我非常喜欢那种旁边有这么一圈的那种 觉得很放大眼睛 很适合我 我有一个蓝的一个黄的 这个黄的 它说是沙力黄 但是我完全没有觉得说戴上去有黄黄的感觉 反倒是让我想到皮蛋 对就是皮蛋色 它更加适合日常 你不想要 比如说老师同学同事看到你有戴美瞳的那种人 会更加的日常 我自己是超爱这种蓝色 其实现实中更拍不出来 你知道吗 现实中更好看 擦腮红 铁皮啦 又有铁皮 看的爽不爽 爽 这个颜色真的超好看 就打着下面 然后鼻头也来一点 鼻子就有一种那种冻伤感 要不要再打点耳朵 耳朵不用不用不用 不需要 日系开架腮红就真的很好看 就那种光泽感 你发现没有 是那种不是很死板的那种感觉 特别美 BBIA的这款 01号 会有那种蓬蓬的感觉 会有这种比较实一点的刷子 打上去 打这儿 因为我这里不希望它太亮 太亮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这里会像甜了一点什么 玻尿酸啊什么的 看得出区别吗 就这边更蓬啊 有没有 但是又不同于以前那个PK107 那个容易有蓝光 修个绒 这块我买错了 我本来要买那个大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买了这块小的 下颌线这种地方修一修 然后这样往前面带过就可以了 因为我还是需要今天的脸 是圆圆的感觉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用我新买的高光 我还没有用过 是迷上的这一块 哇它好好看你看 它是这种编织的感觉 太美了 第一次用 好好看 好好看 泥头来一点点 好看 这个粉它不是很粉 然后粉质很细腻 这也来一点 多来一点吧 多来一点 多来一点 用刷子 它的粉好细哦 哇 水光感 好牛啊 好看 哎呀完了 我止不住越来越多了 这种比较适合全 亚光眼妆的时候打在眼头吧 我这样看不出什么效果 这第一次用有点激动 大多了 贪心 口红你们知道吗 我用的是这个 梦妆十六老板 爷清回 这个我没剩多少了 就还有这么一丢 老板这个颜色真的绝了 那今天的附加千金上学妆容就完成了 然后我今天 包就是带这个 很配吧 然后我一会儿要出门 今天我们来再分享一下我的包包里有什么吧 这是一本笔记本 很喜欢的粉色笔记本 大家有什么好看的本籍也快推荐给我 可以发链接给我 身手导就是我 然后两个手机 一个是X 一个是Epro 然后是一只最近在用的Pingpoint的护手霜 我已经用的蛮多了 这个比较特别 它挤出来是黑的 你看 是黑色的 它跟其他护手霜不一样的是 特别快吸收 然后它比较大嘛 可以跟朋友一起用 就有时候你知道你身边的朋友 要是都比你活的糙 没有你精致的时候 你想问他们要护手霜是不可能有的 所以自己一定要戴着 它很好的一点就是擦完之后 一点都不黏力 就马上可以玩手机 我的这个味道是海洋护手霜 胶石黑 他们家其他的几个味道我也试过 然后我最喜欢这个味道 我比较喜欢 就是有一种海洋的味道 这个他们是这个牌子跟什么中科院的博士一起联合开发的 这个是主打抗老美白 这个我还会随身带一个米贝尔的这个免洗洗手液 节柔的这个小的纸 节柔的这一包我非常喜欢 这个味道不错 最主要是它特别小 就有一些小包里面塞不下石片的 所以这个就刚好 然后是钥匙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N9以前有的 我有一个黑的 有一个红的 是笔带 我会放一些笔 这个是酒精消毒棉片 棉片我会通常拿来擦手机 然后还有一张去神室的卡 这张卡应该没有用了吧 密血冰城的兑换券 应该没有用了 那今天这些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的话也不要忘记给我三连 然后有什么想看主题的话 也可以给我留言 OK 拜拜